袁隆平院士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 全国人民都在含泪惜别这位可敬可爱的茂蝶老人 湖南长沙市民送行路上高喊 袁爷爷一路走好 联合国官方微博昨晚也发文悼念袁隆平院士 为推进粮食安全 消除贫困 造福民生 做出了杰出贡献 国事无双 一路走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深切致敬 缅怀袁隆平院士一路走好 第一个梦是超级大胡扯 要过一千多年 这是河下城的梦 第一个梦是 大家都要覆盖全球 这种说我们的发交道 为工具增产养分 可以增产阳实的一亿六千万灯 可以多养活五亿人口 一千多年 对此